張國杆 主席,我們請張副署長 etasht,委員好 副署長好 我們今天看環保署的決算 那个我们李署长他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有讲过去我们是消极的在做环境保护 那未来我们要往积极的这个环境资源来发展 好那其实之前 这个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废弃物的问题 那废弃物其实也是一种资源 那之前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这个事业废弃物的一个 非法清道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在这个事业废弃物上面其实要解决 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从源头去做减量 那另外一个就是做好这个回收再利用 就这两个方法而已 好那我们每一年呢 其实编了不少的预算 在推动这个减量跟回收再利用 但是呢依照这个数字来看 这个所申报的这个废弃物 他其实的这个产量还是逐年在增加 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数字是2013年是1867万公顿 2014年是1884 2015年是1913万公顿 所以他其实每年还是持续在增加 那这个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这样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减量 当然是一个比较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不过因为减量牵涉到工业的产业的制程的改善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倒是我们能够失利的部分 会比较稍微弱一点 所以现在 吴处长你有要说一下吗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减量没有做到 反而还一直增加 那个跟委员报告 当然一个是一般会是一个事业会区 那事业会区当然因为方面是申报 因为有些我们有时候 也一直在扣充那个申报的对象 像以前比如像会使用有没有申报 现在要求要申报 这个有时候因为申报 或是有时候工厂会增加 就是产出量啊 但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出量 能够尽量把它 刚才委员提到的 把它再利用 希望把它支援化 这个还是 哦 这样你说起来 你是正面在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有乖乖来申报 所以这个量去增加了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跟委员报 刚才那个洪称委员提到 就是说本来没在买 本来我们是五千万才要报的 现在把它下降变两千五百万要报 所以这个量当然都会 类似这样一个 好 我希望说 你们这个到底是政策的执行状况不好 所以它一直在增加 还是说 其实是因为我们扩大了这个base 所以它去增加 这个部分我希望环保署 可以进一步去离清 到底是为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事业废弃物的一个 再利用的比例大概就八成多 那大概如果这样算起来 大概还有三百万多公顿 它是由业者他自行去处理 或委托处理 好 那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最容易有漏洞的一个部分 那这一些这个事业废弃物呢 它有一些是缺乏这个再利用的一个经济效益的 那有一些是有毒的 它是没有办法拿去焚烧或去掩埋的 那针对这一些事业废弃物 那现在的处理的总控是怎么处理 就有毒的啊 然后没有办法掩埋的 这些要怎么办 那个跟委员报告啦 就是我们这个处理厂弹分 加级一级吧 加级本来它就处理这个有害事业废弃物 就判定有害会欺负怎样子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些判定倒不一定说 它真的是对环境怎样有害 那目前来讲 像这些业者啊 目前都用以前都是拿去夾几去处理 把它烧掉嘛 但其实现在觉得可惜啊 那个东西还可以把那个有用的东西 可能六七成都还可以拿回来 靠蒸柳再回来用嘛 所以目前因为业者处理会越来越升高的时候 他接着自己工厂来处理这个 可能会更省钱的时候 就反而会推动另一波 这种所谓的场内自行来来做一个处理 好 但是你也希望给我解答 因为我们这个事业废弃物一定有很多是有毒的啦 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这一些啦 我想要知道是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问题 这个你事后可以再补报告给我 我想要问的是说 我从一开始第一次在咨询的时候 我问我们之前焚化炉 这个垃圾之前去年有垃圾大战 然后去年我们旧政府有说 去年年底要订这个垃圾的处理费的收费标准 或是上限的问题 我三月多的时候问的时候说尽快 现在已经到七月 请问你现在的总控是怎么样 委员报告也是指那个家庭垃圾 对就焚化炉的这个处理费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环保署会定这个办法 它是一个规范啦 各地方环保局就按照这个规范 看这个建设成本 本来那个规范就存在了 现在是说收费的标准 对我们会请这个地方再次检讨 依照我们这个办法去检讨说 他们现在收费合理不合理 所以目前来讲 比如说委员知道像以前高雄市的话 他有说家庭垃圾一吨可能500多块嘛 其实现在都调到2000多块嘛 那现在有的地方都按照他们的 真正的实际成本 按照那个办法 他不遵守你的这个标准 那你也没办法 不是 跟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地方 他也算一个他们的税入啦 对不对 他假如这个储蓄成本这个增高了 他当然要这样说 这样才能反映成本啊 不然这个 他这样就要反映给你 那你们要做调整啊 不然大家都 他就照他自己的去做就好了 对我们就给他订那个规范 就是说你这个要考虑到 比如说设置成本啊 操作成本啊 来这拜托的 那会后你补一下现在的这个收费的标准 然后以及各县市 然后以及说你们有没有去做一些沟通的一些 就是行为 好这个部分再麻烦 告诉我一下 因为前几天而已啦 这个中张头的县市首长有说 他要建议要设这个区域的焚化炉 这件来的其实环保团体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环保署的态度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在就以现在的处理状况 中张头确实它的垃圾有一些问题 那主要问题就是因为它的一般事业庇序 大量的进到焚化炉来 所以造成民生的家务垃圾没有办法做处理 所以就他们所建议的我们乐观启程 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协助他们来推动 那最少让一般的事业庇庇库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我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一点疑惑 因为现在要这样做 当然各县市他们觉得有这样的需要 可是我想环保团体可能会觉得说 还是要从源头来做 但是这之间其实是要做很多的沟通 我希望环保署不要忘了要做沟通这个程序 你们支持没有错 那民间会不会支持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想源头减量是一定要做 但是事实上垃圾它不可能凭空就不见了 所以一定还是要妥善的处理 所以就是要沟通处理这件事情 再来我要问到的是空污的问题 现在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有在讨论说 就是我们要走飞河家园 那又要达到这个减碳的目标 那这个电价又不能涨太多 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飞河减碳 又要低电价 这个之前我问过 都跟我说 我们要用超超临界的这蓝莓机组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减碳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也是觉得说 如果只有这一项其实 要做到真的减碳其实还是很有难度 那我是希望说 这个未来这个目标其实是蛮辛苦的 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提醒 我们环保署你们说到 我记得我上次问你们说到 你们会尽可能去做得到 那现在就是PM2.5的问题 就是之前署长有说 大概7月份会公告这三级防治区 6月28你们开过空厅会 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有关三级防治区的公告 我们是开完工厅会以后我们正在整理资料 很快的最晚会巴埃迪就会公告 那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好啊之前说7月会公告 现在又变成8月 所以现在就是8月最晚8月会公告 有听到哦 有听到哦8月 明年1月生效是不是 对1月1号生效 有生效 现在有哪些县市纳入 应该说哪个县市没有纳入比较快 应该台东县没有纳入 就台东嘛 那这个纳入之后的作为是什么 我们就要公告为三级防治区以后 地方必须要去检讨它的污染防治计划书 就它污染防治计划书做修正 而且把它所有的污染也能够做全面的减量 好啊你们的总量管制有要做吗 总量管制的部分在三级防治区里面是德 德实施总量管制 那目前高频地区已经在实施了 那其他地区我们会跟地方政府来沟通 因为台中中部其实一直说要做 已经谈了很久了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实陈上面 你们认为什么时候比较可行 中部因为它有它的特性 比如说台中市它一直想要做 但是因为台中市的污染非常的集中 就是说在固定总量管制 最主要是针对固定污染源工厂的部分 那台中80%是集中在两个工厂 也就是在台中港工业区 那两个大型的工厂 所以我们在管制的话变成会不均匀 所以我们会好好在跟地方政府沟通 好 这个积极一点好不好 因为这件事已经说很久了 高频地区做了你们一直就是很保守 一下说地方政府的意见不一致 一下又说我们要看一下高频的一个执行的状况 再来研究 但是这个台中其实已经讲很久了 台中人都觉得很有必要做 如果你住在台中 你就会知道我们那边的空气品质有多差 所以这个部分我再提醒一下 针对这个整个总量管制的部分 请再多努力跟地方做一下沟通 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纳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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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